这一个分享视频想跟大家讲一下相机的测光 我大概会分三个板块来讲 第一个是相机的测光是什么 第二个是相机的测光作用 第三个是如何控制相机的测光结果 先看第一个什么是相机的测光 这一个内容说白了就是 相机计算一张照片的曝光量 这一件事情 就特别是你在使用相机的P档 A档S档 甚至傻瓜档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你拍一张照片 照片亮度不是由你控制的 是由相机来控制的 它怎么控制的呢 就是靠相机的测光测算出这个曝光结果 来进行拍一张照片的这一件事情 叫相机的测光 那第二个测光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讲了 就是给你的照片计算曝光量的 应用到相机内部你看得见的 就是在P档A档S档三个档位下 或者说Auto档 全智能傻瓜档位下 快门光圈感光度 这三个参数里面 相机能够帮你计算 这是最实际的应用 这是关于测光的作用 然后第三个是 如何控制相机的测光结果 这句话换过来说是 如何控制相机在P档A档S档 这三个档位下的照片亮度 或者甚至全智能傻瓜档 这个照片亮度要怎么去 帮它控制呢 让相机帮我们计算出标准的曝光量 计算出合理的正确的曝光结果来呢 要我掌握这一个的话 你需要了解两个内容 第一个是了解相机内部测光模式这个参数 不同的相机 不同品牌的相机 它的测光模式参数是不一样的 它里面包含的选项是不一样的 那一样的是有点测光 平均测光 中央重点测光 那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刚刚有高亮测光 然后佳能的是平价测光 平均测光 索尼的是平均测光 就大概它们的参数叫法不太一样 所以第一个你需要去了解这个参数的作用 第二个你需要去控制 每次拍摄过程中测光区域的画面 要让测光区域的画面对折那些颜色没有变成黑色 也没有是白色 不会太白 不会太暗的那些区域 那么就能够把这个画面控制到是曝光正常的 比如说你选择点测光 点测光的测光区域是画面中间的一个小圆区域 那么这时候注意了 你要让这个小圆区域对准你的取景视野里面 这个颜色没有很白的 就不是蓝天白云 也不是很黑的 这是黑色的物体 也不要对着它 要对着绿叶 花朵 或者人的皮肤 黄种人的皮肤 或者这种 我的黑衣服也是不行的 像这种你在画面中看到的 黄色 红色 这种比较深的颜色 这种也是可以的 就你在看画面的过程中 你要先把你的取景视野的画面 自己把它想象成是去色过后 然后看一下这一个颜色是不是中性灰 就中间的灰色 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 也不偏白也不偏暗 就中间那个灰 那么这个时候你对准它拍 那相机就会帮你计算到标准曝光量来拍 就能够把这个画面拍摄到曝光正常 你可以去测试一下 我这边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有很多同学说想要我给他讲一下相机的测光 这个知识点 其实这个测光是最难的 如果你不会用相机的测光的话 不了解这个测光原理 测光知识 我相信你用P档 A档 S档是用不好的 因为你控制不了照片的曝光亮度 那有个简单足暴的方式 你可以用曝光补偿 所见即所得的 白就亮了 就让它变暗一点点 复曝光补偿 亮了 暗了 你就让它过曝一点 正曝光补偿 这是简单足曝的 但用曝光补偿 还是要先去了解测光这个知识点 我今天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相机的测光 相信你能够给到你一些有用的知识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记得关注我 如果你需要完整版的关于相机测光 等等相关的摄影基础知识的话 你可以来私信我 那最后求关注 求点赞 求点赞 请不吝点赞